今年十八歲 家住在臺南縣白河的少年吳琪峰 從小呢 爸爸跟媽媽離異 他跟高齡的阿嬤相依為病 這一次呢 獲辦了全國孝行獎 本來要陪著孫子去領獎的阿嬤 兩天前才筍子的時候失蹤了 這一次呢 獨自北上領獎的吳琪峰 卻在受獎的同時 聽到了 阿嬤遺體已經被尋獲的噩耗 他悲痛的把獎座供奉在阿嬤的臨前 要跟阿嬤一起分享榮耀 結果孝行獎講座 十八歲大男孩吳琪峰 臉上沒有喜悅 因為受獎這一刻 原本該一起分享榮耀的高齡阿嬤 音訊全無 已經 目前已經找到今天第三天了 然後目前就是還仍然找不到 哭到沒眼淚了 因為畢竟阿嬤是我最吃愛的親人 他不見了我當然會擔心會難過 從小父母離異 靠阿嬤做粗重工作持家 一手帶大 長大後吳琪峰選擇放棄高中 改念職校拼獎學金 兩人相依為命 如今吳琪峰獨自領獎 憂慮寫在臉上 笑感動天 就在剛才前三分鐘 我們得到最新的消息 但是阿嬤找到了 就想下門一下 其實思宜宣布時 吳琪峰已經早一步 接獲阿嬤遺體巡獲的噩耗 在台上一臉勉強尷尬 下台後吳琪峰揪著一顆心 淚眼奔喪 我很招你煩惱 自己做回回來 把這個中央回來 你能歡樂 我會好好把這個結構好 吳琪峰把講座供奉臨前 與老人家分享榮耀 暗自許下努力打拚的心願 說要報答阿嬤的恩情 心中的石頭放下 但是還是要去接受說 阿嬤離開的事實 米式新聞綜合報導